我是令月 一位擁有發射飛彈能力的戰鬥天使 今天與兩位來自日本伺服器的陌生人 一位是喜歡打爭後彈跳的帥弟 一位是喜歡在空中充電的玉姐 一起來到傳說中的黃雀峽谷 在天空慢慢飛行之時 就已經漸漸聞到了黃雀的味道 我左顧右盼找一處風水寶地準備大殺四方 決定降落在遺跡的同時 發現也有另外一隊血氣方剛的降落在我們左側 準備血劍四方 落地後 我以遜雷來得及掩耳的速度搜索物資 找到了許久沒有出現在地板上的電能衝鋒槍和和平使者 企圖來讓這個世界保持和平 這時聽到隊友已經在與敵人交火 而我快速地把和平使者換成card 就作戰位置準備迎敵 在找尋敵人蹤擊之時 率先被敵人掀發自援 他多數的子彈精準地打在窗戶上 我全部的子彈精準地打在建築物的上方 敵人繼續火力壓制 而我以退為敬 重新整頓後 我們整裝待發繼續下一回合 玉姐射擊在屋頂的敵人 而我請他們常常猛然飛彈的威力 三人在充滿眼神交流的默契之下 互相掩護推進 打之帥地爬上高牆迅速推倒一人 而玉姐使出絕招 解除重力 飛向空中進行壓制 而我企圖預判開槍 但敵人似乎預判了我的預判 不過沒有關係 我立即展開雙刺 飛向隊友 準備與敵人正面交鋒 我華麗的槍法與走位 精準地打出63點的傷害 玉姐和帥地也一同瘋狂射擊拿下一隊 但是後方突然黃雀飛來 玉姐迅速倒地 敵人製造煙霧雲曼狂的二樓 讓我射了幾發 在帥地的後腦槽上 我感到有些抱歉的同時 敵人卻把玉姐變成了盒子 卻沒發現藏在煙霧裡的我 我精準地射擊與預判 直接將其跪地不起 不然臉上出現一位壯漢 他企圖將我撲倒在地 我不服 將他射倒 快速回補狀態 尋找最後一位敵人 聽聲便為劍拉倒地的隊友 我和帥弟二話不說 直接將其帶走 我撿起玉姐軍牌 召喚他跳入戰場 與我們繼續一同作戰 我們整頓整頓後 在沙漠一處發現敵人的蹤跡 緩緩上前來到一個小鎮 敵人就在前方 我們不貿然前進 耐心 是我們最大的優勢 我們一邊選擇最佳的射擊點 一邊找尋敵人的位置 這時被敵人高科技雷達掃描偵測到 敵人在制高點 經過一輪的火力壓制下 我們以退為進 我仔細查看敵人是否有落背的策略 這時敵人向我射擊 告訴了我他的位置 敏銳的帥弟快速丟了個手裡劍 並大力放下他最愛的跳床 讓你們成群結隊跳了過去 我還在找尋敵人位置的同時 帥弟已經率先將敵人破獎 這時 逃出一位黑黑的鐵血戰士 向我們正面硬鋼 經過隊友的疑問 給我精準的槍法下 快速將其推倒 我準備充電的同時 敵人突然出現 將玉姐推倒 我拋出301 瘋狂射擊在他紫色的裝甲上 而敵人就跟大隊接力一樣 大叔的突然出現 快速的被帥弟給擊倒 抓緊時間 立刻充電 敵人將玉姐再次變成了盒子 帥弟非常氣憤的衝了上去 卻差點也變成盒子 我非常優雅的走上 卻找不到敵人的蹤跡 一個轉身 敵人打破了我紫色的雙腳 我忍著沉痛 硬聲將他拿下 成功擊殺 我拉起了一桶爭戰的帥地 撿起了玉姐的軍牌 召喚他繼續與我們戰鬥 經過一番休息與整頓後 我開啟了飛翼模式 帶領優秀的隊友 一起飛向宇宙 浩瀚無盈 落地後 快速掃描敵人的蹤跡 發現前方已是一片戰場 這時右側出現的一位敵人 精準的接住我的子彈 雙腳硬聲破裂 我立即拋出電衝 精準的將子彈射在地板上 此時電網已途徑 敵人召喚飛彈從天而降 我們迅速躲避進入室內 規捕狀態後依然保持警戒 向外查看敵人的蹤跡 果真發現敵人從遠處虧視 我迅速地扣下板機 嚇嚇他們 回過身 撿起地板的子彈 差點沒被臉上的敵人給嚇死 與帥地迅速擊火將其拿下 受寵落驚的我 從背包裡拿出存放已久的鳳凰治療包 默默地自我自癒 經過一番整盾後 我們爬上一處斜坡 準備進入最後的戰鬥 這時我似乎聽到前方有腳步的聲音 警覺地緩緩地上前 不料一位小弟弟就蹲在岩石下 接下了我所有的子彈 我立即回補的同時 隊友上前補位替我掩護 要贏得勝利 團隊合作是非常重要的關鍵 這時左側遠方出現狙擊手 不斷向我們施壓 你們不慌不忙的躲避子彈 此時帥地指示向下一動 有敵人出現 帥地直接衝容的將其帶走 我們快速的收納物資 同時思考接下來進攻策略 左側遠點的狙擊手依然給出我們壓力 這時前方突然出現的弓箭手 再度帶走了我們的鬱解 失去一位戰友 同時不見敵人衝擊與情報 讓我們有些驚慌 但不會死錯 我只是帥地到岩石後方直接開啟飛翼模式 直接飛向安全區 從後夾起遠處的狙擊手 我快速的掃描敵人可能出現的位置 並觀察接下來的移動路徑 帥地率先放下跳床 毫不畏懼地飛向戰場前線 並邀請我也一同前往加入他的派對 我在答應之前觀察到敵人的蹤跡 毫不猶豫扣下板機 火力壓制 確認敵人位置後 電網縮小 我便答應了跳床的邀請 加入派對 先給爬上的敵人破甲正理 再給探頭的客人子彈的邀請 這時 前方已是一片火海 木蘭飛彈 旅樂技 不吝嗣後 我和帥地化身為霞骨中的黃雀 飛向前方 敵人小幫手一槍衛中之下 被我們默契的擊倒 第二位敵人出現 135傷害直接送他不屑 敵人發現情勢不妙 撤回岩石後充電 為帥地眼神交匯左右開火 不讓敵人有任何足夠的時間與空間 在帥地的手禮劍壓制下 也就像逃遜的動物傾巢而出 我毫不猶豫將其拿下 就剩最後一位 我從容的換下彈匣 大方走下去 精準的扣下板機 華麗的切換副武器 帥氣的拿下冠軍 這時前方已是一片火海 木蘭飛彈 屢樂技不吝嗇後 我和帥地化身為峽谷中的黃雀 飛向前方 敵人小幫手一槍衛中之下 被我們默契的擊倒 而第二位敵人出現 135傷害直接送他不屑 敵人發現情勢不妙 撤回岩石後充電 敵人帥地延伸